5月27日星期三,加州成為全美新冠確診超過10萬的第四週 前三週分別是紐約、新澤西以及伊利諾基州 相關防疫專家擔心加州開放得太快,恐防疫情再度反覆 而同日洛杉磯院教育局發布最新的洛杉磯院中小學學校重新開放指南 描繪了學生、返校之後可能發生的巨大變化 這將會影響到200萬學生以及他們的家庭 因為學校需要從根本上重新設計不同以往的課程表 聯合學區負責人表示 學校重開之後,每間課室的學生都不能超過16人 學生要佩戴口罩,保持六斤尺距離,交錯時間上課 所有桌子都要朝同一個方向 學生們就在書桌旁邊吃午餐 孩子們只能一個人可以玩一個球,而且可能需要輪班上課 根據了解,洛杉磯院教育局為應對新冠大流行而重新設計 香港的2020年至2021年學年指導方針是包括 交錯使用廁所和操場 每名學生獨自玩球 單向的走廊 所有學生都必須佩戴面罩 學生需要在教室桌旁邊食用午餐 不可以前往自助餐廳 如果學生或工作人員生病,將採取隔離室應急計劃 這只是學校指導方針45頁框架中的一些要點 這份45頁的文件是被就讀於K12學校的學生 能在小組學習和身體互動方面保持一定安全的社交距離 對於幼稚園至12年級的學生校園重新開放至光重要 洛杉磯院教育辦公室負責人表示 我們首要任務為學生們的健康和安全 這只不過是剛開始 我們計劃在整個夏天都會監督這項工作的實施 以支持學生在今年秋天返校 而根據加州州長柳森公布的一項議案當中顯示 K12學校預計將會削減10%的預算 但就受到了加州教育界領袖的強烈抗議 他們說用更少的錢去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 5月26日星期二 洛杉磯院聯合學區負責人Ostern聯名自信 要求改變公立學校的資助模式分享應急資金 對於殘疾學生比例較高的學校系統進行資金再度分配 他表示如果不按照這個方式來採取行動 就會令資金分配不公平 將會對學生產生很嚴重的影響 而洛杉磯院的指導方針 是美國教育部發佈對於620萬公立學校的學生框架之前發佈的 洛杉磯院聯合學區是美國敢置於紐約市的第二大學區 學生大約有120萬名 其中包括洛杉磯市的73萬5千名學生 加州教育廳抗疫反效市南預計6月份會正式發佈 天下衛視將為你每日更新 教育部發佈對於620萬公立的紐約 和萬聖磯院聯合學區 校正在等於920萬公立的紐約 教育部發佈對於是420萬公立的紐約 課程中的採取